我们这个演员工作呀 很辛苦 长年在外边奔波 因为每年呢都有相当繁重的演出任务 要完成一年的演出计划 尤其是逢年过节 很少跟家里人在一起团聚 我这么多年了 很少跟家里过过春节呀 过一过这个正月十五 八月十五 很少 你还别说 去年的八月节 我跟家里人一块过的 很凑巧 因为八月十四那天呢 我在厦门演出 八月十五呢 演出计划就结束了 我跟家里打了个长出电话 告诉爱人 我说明天呢能回家 我跟你呀 跟咱们两个孩子 一块儿过一个团圆节 我爱人特别高兴 我说好啊 你快回来吧 我说不过有点麻烦 因为我那个飞机呀是末班的 我到家大概也得 半夜十二点来钟了 我说没关系 我跟孩子我等着你 第二天我到了家 已经快十二点了 我进门一看呢 我爱人呢 准备的水果啊 月饼啊 两个孩子也没睡 也拿八的盼着我呢 我一进去后 全家人家高兴啊 孩子也高兴 我爸爸回来了 好容易在一块儿过个八月节 那什么 咱快吃点月饼吧 我说别的呀 因为爸爸很难得跟大家在一起 咱们这个节日 我想咱们过得应该浪漫一点 充满点情绪 好不好 这样吧 我出四道题 我出四道题呢 谁答上来啊 谁就吃月饼 我爱人说你这人可真是 孩子们好容易 把你看过来还出题 你看游戏嘛 是吧 咱们玩 出四道题啊 你注意点啊 很简单 什么圆有圆 什么切半边 什么乱糟糟 什么景悄悄 晚上说太监了 我答上来了 什么圆有圆 十五的月亮圆有圆呢 对 什么切半边呢 过了十五就切半边呢 什么乱糟糟 你个天上星星乱糟糟啊 什么景悄悄 你街上连你都睡了 这都景悄悄 回答得好 那你吃完月的 我那大儿子过来了 爸爸我也答上来了 那你说吧 什么圆有圆 这月的圆有圆 什么切半边 我咬一口切半边 什么乱糟糟 我用牙医脚乱糟糟 什么景悄悄 我都咽一下景悄悄 也不错 也挺合理 我小儿子过来 爸爸 我答上来了 那你说吧 什么圆有圆 爸爸妈妈 你们俩脑子圆有圆 我们俩脑子是蓝球 什么切半边 你们要死一个切半边 什么乱糟糟 我们大哭一哭乱糟糟 什么景悄悄 你们俩死绝了景悄悄 我都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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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